擴堆填區縮沙,屯門隨時都否決 在外面一片反對聲音之下 昨日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審議 政府擴建三個堆填區的部款申請,分開來表決 不過最想不到的是,近來站到很硬的局長 硬闖關前突然投降,竟然主動撤回不夠支持票的 將軍澳堆填區項目,之後被圍插至上釋霸 你就是求大家讓你過那個堆填區 但是,到你去管理堆填區的時間 你一碰到其他問題的話,就要放手了 局長,我給你一點時間,為何整件事的過程 你就算你自己的保皇黨陣營都弄得這麼凹 你是吸取到什麼教訓呢,局長 好,局長 慶謝言之有利的,建制派一見政府縮殺 就罵黃錦星口袋將軍澳,慶示屯門居民 即是現在香港,基本上誰吵得大聲 於是政府數不夠票,數不夠票呢 這個不欺負,這個欺負不到,欺負那個 被人夾擊,當然是灰了 局長只是說,會透過立法和資助垃圾車改裝 來改善污染問題 那屯門同打鼓兩點 原本主席陳鑑林想著加剩三個字 企圖快刀斬亂麻通過兩個項目 不過有人反對,就押後到下次會議表決 局長想問一下,是否唯一做垃圾 基本上,我理解議會的議員 是想多少時間去了解這件事的 有政府官員說,其實感偷法 隨時翻建制,由支持便反對 搞到屯門爛產的機會很高 可能最後都打鼓兩項目保得住